謝謝主持人王老師的美言 我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在東同高雄廠百中原廠慶 來這個地方跟大家介紹一下 臺灣在有關熱帶果樹的 開肥管理的研究 它的一些成果 這裡面大部分是高雄廠 臺安廠 還有臺東廠 幾個俠區裡面是熱帶果樹為主的 他們研究的成果 有一些果樹可能還有包括農業實驗所 但是在果樹的肥肥管理的營養 或者是樹體的營養診斷上面 它的一些原理是共通的 所以我今天是簡單的就過去 在幾個果樹裡面 它的一些研究成果做一個回顧 也提供一些我個人的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 那可能未來還有一些需要 在大家在共同理會的地方 我也提出我個人的請見給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幾個果樹 是六個 這裡面我們沒有包括縱藜 也沒有包括木瓜 也沒有包括這個 方石油 還有能源 那有一些是 可能不是多年生的果樹 那就沒有放在這邊 這裡面唯一就是香蕉 它跟其他的這幾個果樹不太一樣 那麽對 目前去年的這個統計的質量 台灣的國體總面積有22萬公頃 廠量大概是260萬公順左右 其中的香蕉、鹽、芒、芒果、荔枝、熔岩、 番石油、番荔枝、進度藻 這8種熱帶國體裡面 它的種子面積 產量大概就佔3至1左右 這裡面除了香蕉以外 其他的這些國品大概不太耐運輸 還有主藏的期限都很短 我們自己的產品又非常的優良 很受我們國內消費者的喜愛 所以我們認為在加入達克西油以後 這幾個熱帶的國品 是我們比較有市場競爭力的一些產品 甚至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品質提升 把它的衛生安全做好以後 還有希望把它擴展到我們寧靜的這些國家 比較高消費所得的 藉著我們說大陸沿海的城市 而兩億的人口 他們有足夠的消費能力 來消費我們自己台灣生產的高品質 高價位的這些水果 所以在肥肥管理上面 我們應該在加感性 把我們的品質做得更好 那這個周年生的這個果樹呢 它的這個培肥管理研究的一個限制 就是說它是生根性的一個錯誤 那果樹的營養狀況呢 會跟它的產量還有品質 它的關係非常易切 所以在這裡面怎麼樣子有效的 預先知道這個果園的一個 土壤肥肥的狀況 還有果樹樹體本身的營養狀況 然後針對這個作物的需要 還有土壤肥肥的一個現況 來做合理 經濟合理的一個施肥呢 就非常的重要 那因為這個果樹它是一個多年生 然後生根性的一個作物 它可以從這個廣大的土壤的這個體積裡面 去吸收各種的養分 所以它的這個樹底的營養的等段 就比一般的作物要困難 那它的營養狀況會受到氣候 禽種樹林還有它產量 還富壤肥力 還有就是過去農民的一些施肥的 它的習慣 它所施下去的這個肥料量等等 種種因素的影響 所以如果說一般的這個短期的作物 你可以在不同的土壤裡面 去做一些肥料量的這個試驗 來設置說這個作物大概需要多少肥料量 但是在果樹的話 因為它這些影響的因素太多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土壤的分析 或者是說從這個樹底營養的分析 來知道它的這個這個營養的狀況 然後再根據農民過去的一些施肥的紀錄 來測定它目前應該是 做怎樣的一個施肥的措施跟管理 這是它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作物的虛肥的診斷有幾個方式 一個就是說我剛剛提到 用進行這個施肥量的試驗 我們在不同的土壤去給它做這個肥料量的試驗 然後看它產量或者是看它品質 跟這個施肥量的關係 你可以找到一個適合的分析量 另外呢 在這個作物它有沒有這個營養異常 我們也可以從病生來整斷 那但是呢 你也可以做這個土壤肥粒的分析 就是說我們先分析土壤 它的一些肥粒的因子 它的指標是怎麼樣 那但是這個我剛剛提過 可能比較適合於軟期的作物 那植物體的營養分析呢 就是比較適用於這個長期的作物 那每一個作物它會從土壤裡面去吸收 它生長所需要的13種的地區的營養藥素 我要帶你們講 還有甜乳層薰蜂木綠 留這幾個 13種地區的礦物營養元素 那這個施肥量的試驗呢 在一般的作物 在一般的作物是比較容易 那這個果樹是不是在甘渠 曾經做過的就是 三個藥素 甘渠甲這三種藥素 因為它作物的需要量最大 那麼土壤裡面才會缺乏 所以這幾個藥素呢 我們很早就知道要用吃肥來補充 所以我們叫它說肥料甘藥素 那這個在果樹裡面呢 曾經做過 這裡面如果說我們不吃甘肥的話 它大概會減產27% 如果不吃營肥的話 會減產9% 那麼不吃甲肥的話 它會減產16%左右 那你可以看出這三種藥素 它的這個 就是說果樹對它的這個營養的需求 還有土壤可以供給的部分 我們需要施肥來補充的部分 大概是怎麼樣的 那這個施肥量呢 跟這個果樹產量的一個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 假如你不施肥 它當然產量很低 那麼施肥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產量會達到一個適宜的一個 最高點 但是你在施肥過量以後 它的產量會降低 品質會降低 那我們這個做物虛肥診斷的目的 就是來找 它最適當的 最經濟合理的一個 濕肥的範圍 那在短期做物的話 我們可以因為它的生長期間很短 我們不可能等到植物體出來以後 再來去分析它 到底這個營養狀況更不正常 這個肥肥量是不是夠 所以我們通常會做這個 肚腦肥力的分析 就是說先分析看看 肚腦裡面它所含有的這些營養要素 到底夠不夠 這個作物所需 那所以在早年 我們也曾經做過很多 根據我們自己的作物 主要的作物 譬如說水稻 或者是玉米 這些這些短期的作物 它的這個肚腦肥力 跟它產量的關係 最當然就是在測這個肚腦裡面 有效性的靈 跟這個不施靈肥的時候 這個肚腦本身所能夠提供的 它的這個產量的關係 那從這裡面 你可以知道說 假如我的這個肚腦裡面 有效靈的含量在50個PPM以上的話 那這個基本上是不需要施靈肥的 那麼假如在這個10個PPM以下的話 那這個產量會填少到50% 那也就是說你就必須要要施 適當的這個靈肥的量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圖案的分析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肚腦肥力 然後它的10個量 它的關係是怎樣 但是在果樹的話 它就比較麻煩 因為它的根系非常的廣 那我曾經做過這個柑橘的一個調查 這裡面呢 我調查了80幾個果園全省 那這裡面我只是舉幾個例子 就是說這些是果園它的性質 它的這個分層次從0到75公分 它的這個裡面的各種性質它的變化 就是說pH值就是酸鹼度 它可能會表層比較高 因為可能果園就試了一些石灰 它會表層很高 那底肥的話會比較低 那有其質也是表層的含量比較豐富 但是在這裡面這個靈肥 你就可以看出來 因為靈肥它的移動性非常的差 也就是說你如果刺在表面 它就停在表面 移到下面非常的低 所以你看它表層它可以高到150PPM 也有效0 可是脊肥呢 可能只有10個PPM以下 那所以你要是整斷這個土壤 它的這個土壤的0的含量 跟植物體的關係 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它是從0到75 甚至更低的 所以你怎麼樣是說 我們光拿著這個表層 就可以代表這個土壤的肥油狀況 非常的困難 再加上這個果園裡面 它的這個濕肥呢 它可能是撒濕 也可能是屑濕 也可能是調濕 它的濕肥是不均勻性的 所以你要去取這個土壤 來看看這個土壤的隔夜狀況 跟果樹之間的營養狀況 它的關係很難找不到 那我在80幾個果園所做的 我們唯一發現的就是說 土壤的鈣跟鎂 我相信的鈣跟植物體的這個 葉片裡面的這個鈣跟鎂的含量 它的相關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農民比較少去施這個石灰之材 比較沒有去施肥耕種的呢 就是跟土壤回憶之間的關係會比較好 那我們找出來就是說 假如這個土壤有效性的鈣呢 在500個PPM以下呢 那麼乾局會比較會有缺鈣的這些問題 你找到缺鈣的果園的機會會比較大 那所以一些基本的土壤性質還是可以幫我們 診斷就是說這個果園可能會有的一些 那像這個棚也是一樣 這是在莫瓜所做的 用這個土壤熱水可溶性 銅的含量跟這個葉片棚含量之間的相關 那在這個20PPM以下它就會缺鈣 那我們也知道0.2以下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容易找到缺鈣 那麼你做這樣的一個分析呢 可以在事先就做一些這個回回管理的這個 改善 那麼在葉片方面呢 我們是針對這個土壤的 我們是針對這樣的一個關係 就是說 植物體裡面特定的組織 它的這個各個營養藥素的含量 跟它的生長量 或者是收量 或者是品質之間 它會有一個這樣的關係 假如你這個營養不足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增長量會收藥 會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 可是你把這個 吃肥量提高的時候 它的增長量興趣的增加 但是它植物體組織的這個 養分的濃度並不會隨著增加 因為這時候有稀釋的作用 那麼到了一個事宜的盪雷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的生長量 或者是收藥是最好的 但是超過了以後呢 開始它的這個品質 或者是怎樣 跟它收到影響 就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施肥量 跟這個果實生產 或者是它這個 進行的關係是一個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 在這個多年生的果樹 它的一個比較常用的一個 需品診斷 或者是營養診斷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取一個 特定部位的這個植物體 來分析它的養分的濃度 那我們希望找到就是說 特定的這個組織 它的養分的濃度 跟這個生長量 或收藥之間的關係 然後找出一個 適當的這個範圍 那下一次我們去 個別果然做服務 或做診斷的時候 只要採那個 特定部位的組織 來分析它的這個 養分的含量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缺乏 或者是適當 或者是太多 然後再來做一些這個 食肥的調整 那麼葉片是比較常常 作為這個果樹的營養診斷的一個器官 因為葉片它是一個光合作用的組織 那它比較能夠反應這個 食物體的一個營養的狀況 再來就是說 葉片因為一個果樹它的葉片非常的多 所以你從中間去採取一點的葉片 也不會對這個樹裡造成它的影響 所以葉片會變成是 我們比較常常用來做採樣的一個目標 那這裡面呢 在做這個分析診斷的 區域診斷的它的一些步驟 就是你事先要採一個 有代表性的藥品 然後這個藥品拿回來以後 你要經過一些清洗乾燥抹粉 然後再來進行一些 營養藥素的分析 分析完了以後 你要做分析結果的解釋 也就是說你事先要建立 什麼是適合 什麼是缺乏 什麼是過多的一個範圍 然後分析值 跟你的那個校準的那個曲線 來做一個比較 然後呢 再根據這個果原 它過去施肥的一些紀錄 來做一些施肥的推薦 它是每一個步驟都非常重要 假如你每一個步驟沒有做好的話 那這個診斷不會正確 你的思維推薦也沒有辦法 這是對症下藥 但是在這個葉片裡面呢 它的這個要素含量的分析值 影響的因子非常的多 包括品種 夜靈 夜靈是特別是夜靈 還有你許樣的時間 許樣的部位 包括你有沒有包整的葉片 或者是只是葉深 或者是葉頂 或者是著深的方葉 中心南北 還有高度 還有你這個枝條上面 是不是有在講心燒 是最有結果 都會影響到它的含量 還有你許樣的這個珠素 是不是夠多 夜片素是不是夠多 有沒有代表性 還有這個要醬品潮汁的時候 你是怎樣去清洗的 怎樣去阻藏 還有你膜本的那個器件 本身會不會帶來一些污染 這些都會影響到你的分析值 你這個夜靈來講 這是乾徐的 那你可以看到 從一個春梢 他從剛開始春梢萌芽的時候 過了一個月以後去分析 到十二個月夜靈的時候 它的這個夜片的淡式的含量 你可以看 從開始非常的高 這個地方是三點零講錯 三點零一直降到二點多 然後再回到這個地方 然後再下降 那麼蓋子隨著夜靈會增加 所以你就必須要找一個適當的時間 譬如這段時間 它的這個要素的含量 五個月夜靈到六個月夜靈的時候 它的這個夜片的要素含量 變化比較小 對於我們要整個東西 取樣的誤差會比較小 那這個就是我們決定 採樣時期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是 根據這樣子 我們定了乾徐的一個 這個 那這個 這個裡面就是說 再提一下就是說 在這個夜片分析量診斷 它的一個好處是 可以把 綜合時的營養藥素缺乏的症狀 我們可以做 透過這個夜片分析來做一個診斷 譬如說 這幾個文彈六 那麼這個是 在一個石灰質的土壤 它會缺無量藥素 結膜同心這幾個藥素 但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它缺乏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這個的話是比較白的 是不是覺得 不要呈現缺鐵的症狀 但這個是比較呈現缺膜的症狀 我們把這樣的兩個夜片分析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比較嚴重的這個 它的鐵的含量是很低的 那麼它的膜的含量也是不夠的 銅呢 它差不多是在這個無界的部分 那麼鋅也不夠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夜片 它是同時缺乏了鐵、膜跟鋅 可是這個夜片的話 在這裡的話大概只有膜不夠的 所以透過這個病針跟這個 營養狀態 你可以比較清楚的告訴我們 它的這個缺乏是什麼 那這個是在乾水的膨 一樣我們透過這個 這個是缺膨 那麼會變成石頭乾的情況 那我們做了一些肥料的試驗 看看這個不同的時間 跟它這個夜片的這個膨的含量 那我們可以知道 缺乏的時候它是在25期間以下 那麼這個濕膨以後 濕不同的膨的量 那麼它這個夜片的量也不一樣 含量也不一樣 那麼經過四年以後呢 它還是好像它在更長的範圍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瓶吃下去以後 你不要一直吃 因為吃太過以後 它可能會中毒 所以它這個肥皂可以有四年 那我們就根據這樣來推薦 這個如果缺乏的咒字 怎麼樣去診斷 怎麼樣去調整 我做的是序別診斷的研究 它在幾個重要的階段 在外國 它在1960年的時候 Chuckman就做了一本這個書 有關甘麴的 它所有的這個頁片跟土壤 分析的一些 一些這個數據 那個方法 那我們在台灣 秋冊 dele最早在甘麴裡跟秤果 它提出一個月份 營養診斷的一個標準 在1981年的時候 農事所設立一個作物區的診斷技術的專刊 在這裡面就是探討分析的方法 採樣的方法 還有各種漢作 它的主要的土壤肥粒 跟零件濃度在哪邊 到1988年 我們在農事所設立的土壤跟磁體 分析診斷的一個服務中心 在這段時間 事實上果樹的栽培 跟它的管理 漸漸受到重視 所以在這段時間 也有十幾種的果樹 起我時間可能找到很不好 這幾個果樹 他們做了這段 在香蕉方面 主要是做肥粒分析 還有施肥的診斷 在香蕉部分 它的施肥的推薦量 就是在日據時代 每一顆香蕉 它的施肥推薦量是200 施肥的話是270克 凝肝的話是270克 假的話是540克 這裡面就是說 這所謂的 區別的診斷的結果 都是認為 香蕉是虛假量比較高的 因為這些研究 他們認為比較適當的 蛋凝腳的比例是1比1比3 所以會有 台肥複合肥料5號的生產 還有4號 它是2比1比2 2比1比4 這樣的一個比例 也就是說 假量比較高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 4號複合肥量 在過去他們認為 就是說每一粒 它的需要量大概是 1.5到2.5的工資 那後來這個 蔣氏濤蔣先生 他又根據就是說 新的一些品種 新生產的一些 新育成的一些品種 他的虛肥的診斷 來做一些肥料量的試驗 也認為就是說 每一粒大概 它的4號複合肥料 大概是1到1.5公斤 但是要看這個土壤裡面 本身它的假含量 交換性假含量 在20個BGM以下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再額外 多吃一些假肥 這是香蕉方面 那在葉片 這個營養診斷方面 他們認為花牙分化的時候 來採樣是一個比較好的時間 那是取葉片中斷的10公分 那早期的香蕉研究所 他們建立的一個 代0甲的營養要素的濃度範圍 是在3.2 但數是3.2% 0的話是0.21 假的話是3.6 那麼 假式超他所做的一個結果 但式超也高一些 那麼0的話也差不多在這個範圍 假的話是3.0到4.5 所以從這個分析子 你也可以看出來 它這個葉片的響量是很高的 也就是說 香蕉是一個虛假比較高的一個作物 它這個取樣就是取這個剛成熟葉 它的這個中間10公分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葉頂可以不要 就是只取這個葉片的東西 香蕉因為它是長生長一年 所以這個用葉片營養診斷 它還是有它的這個有它的好處 那這個是缺假的一個症狀 它的這個老葉會有這樣葉原交互的情形 那這個是高酮廠的這個 這個洪阿田洪先生他所做的 我沒有在這個文章裡面用進去 這個是把這個土蘭 它有一些這個成化的現代 也就是說在土層的某一個部分 會有一些硬盤 那麼這個排水就會不涼 那麼遇到飲氣的時候 因為進水 那個香蕉產量就會很差 那它跟這個中間大學的這個 物理的教授合作 把這個土層裡面的硬盤打過 它山土150公分 跟這個對照區來比的話 它的這個生長 可以明顯的非常的好 這個是山土150公分 它的高度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個對照區 它可能就比較矮 那麼在芒果方面呢 吃了一樣 吃了一樣在台南產業曾經提出來 就是它按照年生來 那麼三到四年生去 是這樣子的一個虛肥量 那麼羅瑞森呢 他在這個高屏地區也 針對這個破地芒果的果園 應該怎樣來種植這個覆蓋的作物 還有他的吃肥的一些方法 做了一些研究 那這個葉片的取樣的方法 在芒果呢 應該要在這個聖花期 採取它的這個 上面沒有結果 沒有花稅也沒有這個新生的枝條 的部分 來採取它中斷葉片 那這個葉片營養整斷的這個 這個零件濃度呢 是蛋在1.4到1.7 零的話在0.1到0.15 假的話在0.9到1.2 這是乾的美的 那芒果缺逢的一些症狀 也曾經做了一些研究 那這個就是 這是我自己做的一個盆栽的一個試驗 那就是無殘虛 這個是 就是殘適合的一個區域 那這個就是芒果 芒果缺乏的一個症狀 那再來就是剛剛這個早上 林廠長有提到這個 六龜的這個金黃芒果果實滅電的一個情形 那這主要的一個觀察就是認為是 在這個果實生長期間有噴到乾汗 那麼這個影響到鈣的吸收 那麼在果實在雨季之後 乾汗之後再噴到雨季 那這個蛋吸收超過這個鈣的吸收 果實可以大非常大 非常快 超過這個藥素吸收的這個影響 變成這個蛋鈣比較不平衡 也就是說高鈣就是低鈣的一個情形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用乾灌鈣或者是用葉面的噴濕 林延有可生這個濾化鈣 可以把這個問題稍微解決 那這是從外表看出來 你看不出來這個裂變的一個情形 那這邊呢就是正常的 切開來以後 那麼這個果實開始裂變 比較嚴重的時候 降降的一個程度 那這個是特別的金黃芒果 它在樹上如果說 讓它掛熟到十分熟的時候 八分熟以上它就會開始 這個裂變的程度會比較嚴重 那所以現在就是 你要適當的這個果原的灌鈣 然後這個土壤的貼質 要能夠調整到這個中性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個鈣的營養的一個處理 那在荔枝方面呢 荔枝方面就是 早期這個高雄廠的羅瑞生羅先生 他有做了一個肥药藥的試驗 那麼他提出來這個裡面 五到九年生的荔枝 他所需要的這個幹鈣甲三藥素呢 都是在兩百五到五百個之間 那我們做了一些這個 取樣方法的一些研究 我們認為在這個花芽抽出的時候 十二月到一月 我們採取花稅下方的一個 資超中斷 他們的小葉來做這個採樣的顧問 那後來這個 農事所的黃偉廷先生 跟這個林景 就是林景和林先生 高雄廠都做了一些 一些這個研究 那麼建議的這個採樣的時間 是在二到四月 我們採取這個花稅下面 一段的這個成熟葉片來說 這個整段的部位 那這個營養藥素的一個 濃度的範圍 可以跟剛剛的那個芒果做一個比較 它是比較接近的 例如蛋大概在1.5到1.9左右 那麼0的話在0.12到0.27 那麼甲的話在0.7到1.0 那這個林景和先生 他說的這個浴和包 蛋的含量是比較低 比這個K2的要低 那甲呢 甲也是比較低 蛋的甲也比較低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因為品種的關係 還在需要再進一步的做一個研究 那這個是我自己在農事所做的 這個荔枝的一個回田管理的試驗 就是低蛋 低蛋的去經過兩三年以後 它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高蛋虛 它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看起來 字條非常旺盛 可是它的結果量不見得是最好 所以絲肥過量 有時候會讓這個 就是說營養生長 過剩那麼抑制的這個果實的增長 和水質都會從來影響 那這個是農事所的黃偉廷華先生 他所做的 在調查30個果原 它的這個葉片的 荔枝的果原 葉片的蛋 跟這個產量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農營 他們都有偏濕蛋給的一個習慣 所以你找不到缺蛋的一個果原 但是蛋都太多了 像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知道 高過1.9% 以上 它的這個產量就會受到影響 就是濕蛋給過多的時間 那這個零的話 是跟這個產量 葉片的零跟這個產量 是成一個直線的相關 那麼在0.09% 以下的話 它的這個果實收量 就只到20公斤 正常的話可以到60公斤 80公斤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缺零它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是假 這是鎂 鎂 鎂也有一個這樣的情形 假如葉片的這個鎂含量 在0.32% 以下 那麼這個果實收量 那可能在20公斤左右而已 這也是蓋的長型 那這鎂也是一樣 20個ppm 以下 那在連霧方面 這個蔡永浩 高工廠的蔡永浩 蔡成人 她曾經做過這個 蛋殼的需要量的試驗連霧 那麼認為這個四年生的這個 蛋殼的需要量在0.8公斤左右 那麼當這個蛋殼的濕用量高於1.6公斤 每株的時候 那麼植株的這個生長量 還有果實產量 殘果重跟口感都會降低 那長度是增加 那這主要是因為這個 怎麼說是缺水的一個現象 因為你濕肥過多以後 它是抑制的其他的這個水分的吸收 那這個洪阿田先生呢 他們做的這個 施肥的這個 的飾量呢 它是1.8到2.4公斤 每株 這是半肥 那麽是靈肝 1.2公斤 甲也是1.2公斤 那這個 我們來看他的這個 來看他的營養整段 取樣的一個時間呢 經過蔡永浩先生跟這個 跟這個 陳富英小姐他們幾位的一個實驗 蔡先他是認為在11月間 來採取這個下老葉 不過陳富英小姐 他用的是8到9月間 8到9月間 在或者是調中期來採樣 採他的這個 剛成熟的第二葉或第三葉 那這個葉片的這個營養呢 要素的臨界的濃度的大年呢 大年是在1.56左右 蔡先他的一個建議 那麼陳富英他在調查 兩百八十幾個果園 所做的一個結果 是認為淡在1.25到1.50之間 那這個跟剛剛芒果 還有芒果的情緒也很接近 0在1.1左右 蔡在1.15到1.15左右 那這個是田間缺淡的一個 延誤缺淡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缺猛的一個增狀 那麼在翻例之方面 這是台東廠所做的 雖然這個不是高屏的 主要的一個產物 產虛 但是翻例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熱帶的水果 那麼它的不同延伸 它的虛肥量是怎樣 採樣的方法呢 是在12月的上旬 來採取它的非結果汁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 營養藥素的一個標準濃度 品種不同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同 那這個蛋呢 是在2.8到3.1 0的話 0.13到5.16 有強化一點 8到1.0 這個跟甘需 會比較接近 那麼 另外呢 他們也發現 就是說 果實的黑點錠 果實的黑點錠 跟鈣有關係 它是因為缺鈣有關係 它是因為缺鈣有關係 一些診斷的一個方法 那麼也是噴這個濾化鈣 或者是消酵鈣 那這個是翻例之缺鈣的一個 表面的一個症狀 那切開來就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的 微管束的組織 和外式的情形 那他們也提出來 就是說 這個翻例之缺鈣的 營養濾濾度是0.26 還有採葉的方法 第三葉或是第四葉 這些它的標準濃度 那這是翻例之缺鈣的一個症狀 在老葉的地方黃化 缺老在新葉的地方黃化 那這個是濕用藥素 就是葉面噴濕藥素 因為裡面所含的 二縮藥的雜質太高 那你們噴的藥素濃度太高的時候 就有二縮藥的症狀 他們在印度藻方面 印度藻方面 林瑾和林仙他做的實驗 他認為是在10到11月間來採取 末端蒜洗 枝條末端蒜洗第三或第四葉 那麼這個葉片的營養藥素的 在2.7 淡在2.7左右 零在0.24 那麼講在1.10到2.5中間 但這個只是十幾個果原的調查 我認為還要再把這個 果原的調查的這個 點數還要再增加 那這是果原觀察到一個 缺乏的一個症狀 在老葉的地方有黃化的情形 那麼嚴重的時候 它這個葉片的生長 會受到影響 乳枝條不夠旺盛 那麼這會影響到果實的大小 還有果實的糖果 那未來我們認為 就是應該繼續藉由田間調查 大廣泛的田間調查 或者是蛋跟甲 這兩個比較要素 去一個量比較 需要多的這個 做資培量的試驗 然後再透過這個診斷的服務 來把剛剛的那些 營養藥素的標準程度 輕一步的調整 那麼也要鼓勵農民呢 把他們的資培紀錄做好 那麼透過這些營養整段的一個服務 可以讓這個施肥呢 不會因為這個 這個施肥過多 或者是過少 引起這個殘量 或者是品質的影響 那從此可以達到這個 節省施肥的一個目的 那另外因為目前 有機肥料在果原的應用 非常的廣泛 那麼有機肥料 它的這個礦化的速率 是怎麼樣子 那麼怎麼樣跟化學肥料 配合來使用 這個也是一個 研究的一個重點 那另外就是說 怎麼樣子來讓他省工栽培 在施肥上面 或者是在果原的管理上面 怎麼樣使用栽培呢 這方面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以上就簡單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